日本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历史很了解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三国 但我们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了解 其实就非常有限了 日本最璀璨的历史就是战国时代 那个时代可以说是英雄豪杰辈出 战国的文化对今天的日本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很多人其实会在游戏里面 了解到一些日本战国的知识 比如说阴阳师 比如说战国无双 泰戈律传 这些游戏里面都有一些战国的元素在里面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日本战国的故事 我们今天主要聊两个人 一个是武奸信玄 一个是山山千姓 这两个人也被誉为是战国时代最出色的兵法家 有趣的灵魂聊科学人文 我是李自然 今天我今天下着大雪 和大家聊聊日本战国历史的故事 日本战国时代前面的朝代叫做师庭幕府 后面是德川幕府 中间这一段乱世就叫做战国 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 中国前面是汉 后面是晋 中间有个乱世叫三国 这是一个道理 但日本的战国 比中国的三国大概晚了一千多年 因为三国是公元二百多年 日本的战国是公元1467到1615年 这中间大概有150年的乱世 就是战国时代 这个时间点对应到我们中国 大概是明朝的中后期 我很喜欢日本战国这段历史 因为这段历史有着非常独特的魅力 这里面有两个背景 一个是日本的制度 因为日本是真正的封建制 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土地建立入国国 其实中国古代大多数时间并不封建 对吧 怕你去当个地方官 也只是临时走马上任而已 那这个地方的土地 人民 其实并不是你的 但是日本的封建制呢 就是给你一块地儿 这个地儿 这个你就老大了 拥有完整的作物权 你可以实习 可以建立你的家臣团 可以把你的土地 再分封给你的家臣们 所以说 当乱世来临的时候呢 日本这个地方就共乱 一个县城大小的地方 甚至于说 一个村落大小的地方 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小诸侯 第二呢 是日本战国是一个下克上的时代 就是下级不断干掉自己上级 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首先是将军架空了天皇 当然这个事很早之前就发生了 有的天皇呢 这个非常凄惨 死了之后呢 连下葬的钱都没有 这个尸体呢 都放到涨去了 还下葬不了 也有宫女呢 去做仓祭 才能维持得了生活 再到后面呢 就是这个守护大明 大明就是诸侯了 就是把这个将军也架空了 将军呢 就被随意的拥立和废除了 这个当时很多守护大明 就居住在这京都嘛 在京城生活 然后自己领地的事务呢 就交给自己的下级代管 这些代管的人呢 就叫做代守护 很快这些代守护呢 又掌握了实权 又架空了这些真正的守护 然后这些代守护呢 又被自己的家产所架空 这里面就乱极了 对吧 不但是下级干掉上级 还有弟弟干掉哥哥 儿子干掉父亲的 对吧 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在这个乱世里面呢 有很多的贵族没落 也有很多的小人物翻身 这个日本战国啊 人物故事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特别想花个二三十期来讲 对吧 但我们李自然说 毕竟科技才是主线嘛 这个不是一个讲历史的节目啊 但如果我就一期就把战国讲完 那为民也太忽伦村早了 对吧 太粗略了 我是想呢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分四期把它讲完 因为战国时代呢 有三个大明人啊 就是知田信长啊 风尘秀奇和则川家康 这三个人呢 我觉得都可以分别讲一期啊 我们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再说 因为他们三个人呢 都是天下人啊 所谓天下人呢 是个日语啊 就是指粗略可以列成 就是那种能掌控天下的人 但其实如果精确一点讲呢 是指他们第一 在全国建立了五十政权 第二是拥有京都 以及周边地区的支配权 第三呢 是地方的大明都对你臣服 而且呢 也还有能力 能够调解他们的纷争 能做到这三点呢 就算是一个天下人了 知田信长呢 是基本完成了 日本战国时代 这个全国的统一 而风尘秀奇呢 是那个真正完成了统一的人 德川家康呢 是活得最久的人 对吧 把其他人都祸祸熬死了 然后最后天下就是他的了 这个最终也开创了后面 200多年的这个德川幕府 也叫江户幕府 这三个人呢 都是天下人 除了这三个人之外呢 还有两个人是名气最大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五天信玄和上战千行 这两个人呢 虽然不是天下人 他们的成就 其实没法和前面的三个人比啊 因为他们离统一天下 都差很远 但是这两个人呢 人气却非常非常的旺 有着众多的粉丝 我现在呢 在日本的白马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滑雪的圣地 我本来要去滑雪了 但我们视频要更新嘛 我就先录完视频 才能去滑雪 在战国时代啊 这个地方曾经是五天信玄的领地啊 这个昨天我在花车场的时候 还看到这个花车场里 至今仍然挂着这个五天的嘉辉 这个五天陵这个标志 呃 看到这个标志呢 我的感觉是很穿越 对吧 甚至感觉到 现在好像还在这个五天信玄的统治之下 可以看到人们对五天信玄的这种喜爱程度 喜欢以这段历史 以这段历史为荣 日本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中二的国家 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非常的有仪式感 这个战国时代呢 每个人都有绰号 比如说五天信玄的绰号叫做 甲腓之虎 这个当然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战国第一军事家 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主角呢 叫做山山先信 他的绰号呢 叫做月后之龙 一个虎 一个龙 这个一看就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另外这个山山先信呢 还有一个绰号 叫做军神 这个而且他们俩呢 就是战国师的这个大名啊 每一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家徽 五天家的家徽呢 就是五天陵啊 非常的简洁 有美感 这个也叫四哥陵 上山家的家门呢 叫做上山替啊 这个他们的军旗呢 也都具备本人的特色 比如说五天的军旗 是孙子的四如真言 是风陵火山 上山先信的军旗呢 是皮 上面写了一个字皮 皮字起 这个因为他这门自己 是皮沙门天王的化身 这个皮沙门天王 是佛教的一个护法大神 所以呢 天信还有一个绰号 叫做皮沙门天神之鉴 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挺中二的 这个山先信在发动总务之前 会举另外一个旗 叫做这个龙子起啊 上面写了一个龙字 就是乱龙突击的意思 想想这个场面啊 在下上山先信 皮沙门天王的化身 接受正义的制裁吧 让你尝尝君神的究极奥义 乱龙突击 这个就复杀了中二 首先想想这两文的这个第一次啊 就是出战 之前信玄在15岁的时候 也就是1536年 当时他跟着父亲 这个他父亲叫做武田信府 去打一座城 日本的城和中国的城不一样啊 这个中国的城外面是围墙 这个里面有这个居民区商业区 都是在城内的 所以这个城很大 日本的城呢 纯粹是用作军事用途的啊 这个它更像西方的城堡 不像中国的这个大城 对吧 这个从功能上更像西方的城堡啊 当然外观还是日式的这种风格 武田军呢 是不太擅长攻城的 这个城呢 打了半天也打不下来 打着打着那到了年底下雪了 对吧 和我现在一样 就只能撤军了 撤军的时候呢 武田姓虎 对吧 就是武田信玄的父亲 就给这个武田信玄说 儿子啊 我先走 你断后 信玄呢 当时15岁 对吧 就带着一支小小的部队 断后 但是呢 武田信玄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他 没有掩护大家的撤退 而是直接带着这支小军队 就杀回去了 这城里的人呢 以为武田军已经撤退了 没想到突然杀回来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个城呢 就被攻下来了 这个武田信玄呢 就完成了这一波极限反杀啊 非常的厉害 这里我插一嘴啊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个呢 是日本的人名 其实很复杂 这个每个人一生中 有很多的名字 这些大名嘛 一生中都有很多的名字 这个严格来说呢 出阵的时候武田信玄 还不叫武田信玄啊 但我们视频呢 就这一点时间啊 肯定要简化处理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任务 就都只用一个名字就算了 另外一个事呢 就是这个 日本他不像中国 他有这个24史上的证史啊 这个日本历史里很多事迹 也就是每家自己来写 这里面呢 肯定有很多水分 而且日本人呢 也挺喜欢这个田有家醋的 所以说我觉得呢 我们聊历史也不用太纠结 这个真实性的问题 而且这个历史本身呢 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对吧 这个谁有了权势 对吧 说她是什么 她就是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些 非专业的普通人啊 就是当听故事 是不是完全真实呢 我觉得意义不大 这个没法深究 我们再说到山山千信 山山千信的出镇呢 是这样 当时是山山千信的哥哥 正在当家做主呢 但是他这个哥哥呢 比较无能 不是指那方面无能了 而是指那方面他还行 这个好女色 也好男色 对吧 这个他就是比较无能 这个地方豪族有叛乱嘛 就打过来了 他就给这个山山千信说 你就是个弟弟 对吧 你去守城吧 那一年呢 是1544年 这个山山千信 当时14岁 这个山山千信 14岁的时候 去守城 把兵力呢 一分为二 一部分兵力 绕后七席 敌军混乱 然后呢 城内的本队出击 将敌军一举击溃 接下来你看 从小就显示出了 在兵法上面的天赋 再说一下 这两个人是怎么上位的 这个武田姓旋那边呢 是他爹当家 就是武田姓虎嘛 他爹并不喜欢他 天天呢 就想着另立继承人 于是呢 这个姓虎啊 就带了两个仲臣 去拜访另外一个大名 就是金川议员 金川议员呢 是日本战国史里面 重要的一个配角 对吧 如果我们后面 也就会讲 之间姓长 就还会提到他 武田姓虎呢 他是这样想的 他想把这个姓旋 派到金川议员那边 去学习 名义上呢 去学习 实际上呢 就让金川议员 把他给扣住 这样呢 他就可以让另外一个儿子 接班了 对吧 就是一通骚操作 但没想到呢 这个姓旋的操作 更加的离谱 这两个仲臣呢 和金川议员 都和姓旋给商量好了 这个姓虎一去呢 直接把姓虎给扣住了 扣住之后呢 就把它给流放了 所以说后面 这个姓旋的爹啊 这个一辈子 就再也没回来过 最终也是 可死他乡 非常凄惨 就是前面说的 以下特上嘛 当然这里面呢 也有很多别的原因 那比如说这个姓约他爹啊 这个姓虎 本身就是不太得人心的一个人 这个于是呢 我们的这个姓旋啊 也就这样 就尚未成功了 上上千姓那边呢 我们前面说 他有个无能的哥哥 对吧 什么事都靠弟弟 于是呢 这个山上千姓这个弟弟啊 这个声望就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呢 开始拥护弟弟 后来呢 哥哥就不愿意了 要和弟弟道翻 这个最后呢 找了个人来调停 这个调停的结果呢 就是哥哥让位 隐居去了 这个结果呢 说实话啊 其实还不错 起码没向武田家那边流放 对吧 隐居呢 其实还是体面的多的 在生活呢 也会过得好的多 是吧 这个武田姓旋和山上千姓 上位之后呢 就开始各自扩张失利了 武田姓旋的根据地呢 是甲斐 甲斐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山 平地呢 不相的少 而且呢 土地贫瘠 河川泛滥 不是好的地方啊 这是挺差的一条地 这块地呢 只有两个好处可能 第一呢 是这个地上它产马 这个马 在日本是一个稀缺资源 日本的马很少 而且日本的马呢 矮且挫 是吧 因为日国的是一个岛国 没有外来的 这个优质的马 来改良品种 甲斐这个地方的马呢 相对来说 好一点啊 这种马 装备起来 这个武田的骑兵啊 就非常厉害 让人玩风丧板 对吧 但是其实 这个武田家的马呢 也不算多 这个山山仙线那边 野铲马 这个也是知名的马场啊 这两家呢 骑兵都是在战国时代 最出名的 但是呢 也就一家 一千多匹马 所以说这个 所谓的骑兵啊 这个数量有限 也是这个骑兵和步兵 混合起来的 不是纯马的 不是纯骑马的 就是有马的 无马的都有 这混合起来的 就叫骑兵了 武田家呢 有著名的赤背军团 这个赤背军团呢 就是盔甲 骑兵 甚至于武器 都涂上红色 代表着最精英的部队 听起来好像很牛逼 但其实呢 第一 当时这个红色的颜料呢 这个叫缠纱 是很贵的 没办法 把所有东西都涂成红色 只能涂上一些红色 不是纯红 第二呢 这个骑兵呢 前面说了 不是纯骑兵 而是骑兵步兵的混合 对吧 第三呢 这个骑的马呢 也是矮且挫 身高1米4的小马 和驴 所以说 你脑补一下画面呢 真的也就这么回事 也没有特别的威武雄壮 但整个战国时代 就是挺穷的 因为乱世嘛 没有人搞生产 饿死的人多了去了 对吧 能搞成这样 就很不错了 也没办法 这个甲匪的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有两个金山 所以说它是比较有钱的 虽然产不出粮食来 但是比较有钱 有金矿 信玄呢 就曾经供下城池啊 就把这个城里的俘虏 都抓过去挖矿 后来这些人呢 挖矿挖的熟练了呢 还产生了一种 金山洞的战法 就可以用这些矿工 去挖地人的城墙 破坏这些地人的城墙 还能挖断对方的水源 我们说回到十安先信 十安先信这位的根据地呢 是越厚 这个地方呢 就好得多了 不但生产两码 这个另外呢 还有土地肥沃 从地图上看呢 这个日本当然是一个 山地很多的一个国家 这个越厚这个地方呢 是难得的平原 要知道在战争时代 粮食特别重要 这个有多少粮食呢 就能养多少军队 所以评判一个大明 实力的强作呢 往往不是说 他掌控的地盘有多大 也不是说他有多少军队 而是说 这是一个多少弹的大明 这个多少弹呢 这个弹呢 就是大米的产量 对吧 一万弹大米 这个一万弹的一个大明呢 大概能养二百五十名士兵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换算的比例 这个最厉害的大明呢 就是百万弹以上的大明 那就非常厉害了 因为当时全日本加起来 也就是一千八百多万弹 这个后面呢 武田信玄和这个山南千县 就都各自扩大自己的实力范围 都拿下了很多的领地 这两架呢 本来就离得不是很远 武田这边呢 把一些人打跑了 这些人呢 就抢了他们的地盘嘛 把他们打跑了 这些人呢 就跑到山南千县那边去了 向山南千县那边求援 山南千县呢 就带着军队就来了 于是呢 山南千县和武田信玄 这个绝代双雄 终于对决上了 前后呢 就有了五次 川中岛核战 前后呢 这两个人打了十一年 这其中 最知名的一次川中岛核战呢 是第四次 也叫八番园之战 当时呢 武田信玄修了一座海金城 这是很大的一座城啊 里面能容纳上万人 这个如果武田信玄 能够在这个新城 站稳脚跟的话呢 那就会对上山架产生 很大的威胁了 于是呢 山南千县 这个刚刚打完另一场 在关东的仗啊 刚刚结束完另一场仗 马上就带着军队就来了 山南千县来了之后呢 也没有急着去围这个海金城 因为他知道 这个武田信的主力呢 还没到场 如果现在围城 将来武田信的主力到场了 打一个零外合 自己呢 就会很被动 于是呢 他就把军队驻扎到了 一个叫做七女山的地方 引诱武田信的主力来围山 这个武田信只要来围山的 自己就能利用这个优势地形啊 在和武田信展开决战 这武田信前呢 当然也很厉害 他是一个战术大师嘛 当然也没有去围山 而是呢 在这个传统岛西边 也找了一个山 叫做茶旧山 在这个地方呢 就布阵下来了 嗯 这个双方呢 就形成了一种 相互切断退路的一个局面 以此呢 来逼迫上山前行下山 因为当时武田信的兵力是两万 上山军呢 大概是一万三 这个上山军在兵力上呢 是处于劣势的 如果他担心 这个自己处境不太有利 想退军的话 那么呢 他就不能让武田军 期待他在退路 对吧 他就要来拦 他就要来阻拦 但山上先行呢 又怎么会看不出 这个武田信的意图 对吧 他也就是想把自己 吸引下山来打 这个于是呢 山上先行就一直 驻扎在七女山上 纹丝不动 武田信一看 山上先行这边不为所动 于是呢 他就开始带着部队 往海金城去移动了 并且呢 在这个一个移动的路途上 就一路设置了伏兵 先行兵法也是很老道嘛 碰到这种情况 肯定也不会贸然出击了 这个时候呢 武田的军师 山本看住 当然也有说是 马场新春 就提出了一种战法 叫做捉木鸟战法 就是说 这个捉木鸟啊 在吃虫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把嘴伸到洞里 对吧 这个直接把嘴伸到洞里 反而触不到虫 你要先 这个鸟呢 会先跑到这个树的背面去 敲击啊 这个虫子呢 受到惊吓 就会在正面的洞口出来 这个虫子一出来呢 这个捉木鸟已经等在洞口了 就会把这个虫子给吃掉 这个比喻呢 就很形象 当然捉木鸟 究竟是会这么吃虫呢 我也不知道 于是呢 这个武田呢 就分兵两路 武田军就分兵两路 有一个一万两千人的别动队 负责绕到树后面去敲树 就是绕到七女山的背后 发动骑袭 负责赶这个圣灵天行下山 信玄本人带着八千的兵力 就成为这个捉木鸟的嘴嘛 就在正面不知埋伏 也是等着圣灵天行被赶山的时候 来一个前后的河围 圣灵天行呢 在七女山上观察这个武田军的阵地 就发现这个武田军的阵地上 这个吹烟升起来了两次 就感觉武田军肯定要开始搞事情了 因为你没事的话 做这么多饭 你做这么多饭 肯定是要行军来搞七席嘛 对吧 于是呢 前面一直溃然不动的上山军 就像雷霆一样的出击了 趁着清泉的浓雾 全军开拔下山 直接就杀到了信玄的本阵面前 要么我不动 动就是要和你决战了 前面说 信玄的本阵呢 其实就是周末的嘴嘛 其实一共只有八千人 对吧 这个别动队绕后 其实这个根本还没走到位置呢 对吧 这就是这个网游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局面 叫做队友绕后至今未归 对吧 这个千禁的军队一万三千人 第一呢 人数的优势非常巨大 第二呢 是趁着浓雾 突然就出现在了武田军的眼前 攻其部位 武田军呢 也是措手不及 山山千禁呢 就用出了传说级的阵法 车旋之阵 就是整个军队像转动的车轮一样 然后利用人数的优势呢 打这个车轮战 根据对方阵型的弱点 用这个车轮战法不断的轮流的去冲击 这个车旋之阵 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存在 存疑 实战效果呢 也不知 因为今人已经没有办法还原了 反正肯定不是一圈人 对吧 边跑着转圈边打 那就很傻对吧 这个对方还没打死自己 这个因为跑步泪残了些 我猜想呢 应该是一种类似战术方队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轮番冲锋再撤回来 冲锋再撤回来 就这样的一个阵型应该是 总之呢 别管这么多 就是传说中的阵法 秀就完事了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 现前仍然冷静着指挥着他的军队 部下了赫义之阵 进行防守 赫义之阵呢 是一种非常善于防守的阵型啊 就是两翼向前看出去 如果对方敢贸然进攻的话呢 就会被这个赫义阵 进行一个三面的夹击啊 三面夹击 武田这一方呢 本来就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劣势嘛 嗯 而且这个时候呢 出了一个事 就是武田信学院的儿子 叫做武田义信 经不住尚人相信的这个挑衅 尚人相信使用了挑衅技能啊 这个部首反攻 带着部队冲上去了 直接白给 这个其他将领一看 这个武田义信冲上去呢 又要去救 对吧 所以说 本来可以兼顾防守的 这个赫义之阵 瞬间就崩溃了 这武田军呢 就兵败如山倒 在这个激战之中 武田信学院的左膀右臂 中传梁将们 为了阻挡上山坚信的攻势 不断的舍生取义 上去填窟窿 最终呢 一一阵亡 提出捉木鸟计划的 这个军师三本看住 也是因为自责 就冲到敌阵里面 战死沙场 嗯 但是武田军 终究还是没法继续了 就在马上就要最终崩溃啊 在最后倒进突穷的时候 那支绕户的援军 一万两千人的这个别动队 终于到场了 这个两军交战呢 本来是清晨开始交战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 这个援军终于到了 十岸先信 这时候呢 十岸先信知道 我必须得撤退了 否则呢 必将复备受敌 但是呢 眼看着击垮 武田信学院就在眼前 这个特别的不甘心 于是呢 十岸先信身为主帅 竟然策马扬鞭 单枪匹马 闯入了武田的本镇 一路竟然是所向披靡 直接杀到了信玄的面前 要知道信玄的凤临火山 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 他的骑兵冲锋 骑机如风 步兵行军 骑须如临 运出帷幄 侵略如火 而信玄的坐镇指挥 才是那个不动入山 信玄本来在镇中啊 这个坐在马闸上面 指挥战士呢 严见这个山千信 策马扬刀 就杀过来了 信玄真的是不动入山 千信的名剑 叫做小豆长光 千信手持小豆长光 突到信玄脸上 挥剑就砍 信玄手里呢 正拿着一把军配 军配就是指挥 作战用的一种铁扇啊 信玄挥起军配 就是一个格挡 先信再砍 砍中了信玄的肩膀 信玄就负伤了 当先信再砍第三剑的时候 信玄左右的人 人马都已经杀到了 就把这个信玄给救出去了 这时候的千信呢 勒马 然后仰天大笑 然后就率领军队退去了 这场军事呢 我们从军事上讲呢 是山的千信获胜了 因为武田这边的伤亡更多 重要的是呢 损失了很多优秀的将领 但是战术上呢 还是应该说 武田才是获胜的一方 因为这个海金城啊 毕竟没有丢 后面信玄呢 还是持续的占有北信农 很大地方的一块地盘了 这是双方最重大的一次交锋了 这个从此之后呢 双方就没有发生太大规模的冲突 因为双方可能也就是这一次打得太惨 双方都有点怕了 这个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剧情啊 猪母鸟战法啊 以及这个单纪啊 上山千信单纪去砍这个武田信玄啊 这个剧情的真假呢 不怎么重要啊 因为这个日本这边呢 画上呢就是这么画的 这个电视剧呢也是这么拍的 这个剧情呢 是日本的大众最愿意接受的 就是这样子 但最终这两个人呢 离统一天下都差得深远 信玄在晚年时候呢 终于开始准备出兵上洛了 这个日本受中国影响很多 其实战国这个词 也是受中国战国影响 这个搬过来的一个词啊 这个上洛呢 洛就是指洛阳的意思 出兵上洛呢 就是指出兵打到京都去 这个武田信玄呢 也是在这一次上洛的过程中 打出了生平最后一个漂亮的战役啊 就是当时在三方圆嘛 叫做三方圆合战 诱杀了德川家康的主力部队 当时德川家康呢 也是摆出了鹤一之阵进行防守 但被武田信玄轻松的击溃啊 武田信玄如果再往前一步 就要和知田信长进行决战了 但是呢很可惜 这个武田信玄病情恶化 行军终止 等了一个月 并没见好 病情更加的加重了 于是呢 就只能撤军回甲匪了 嗯 在撤军的途中呢 武田信玄就持生不住 就挂了啊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胃结核 也有可能呢是胃癌 这个信玄死的时候呢 52岁 信玄就有交代 密不发丧 这个信玄两个字呢 威名尚在 敌人呢就不敢来犯 这个 作为一代名将啊 虽然是病死了 但是是死在沙场上面的 我觉得这个结局呢 还是不错 比山沙先性也好 山沙先性那位呢 是正准备出兵的 还没出发 上了个茅厕 再茅厕的给死了 这个应该是喝酒太多了 这个山沙先性喝酒很多 就有那个脑溢血啊 山沙先性其实身体也不好 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病 因为常年征战嘛 也中过风 才49岁就死了 这个日本的名人啊 在死之前呢 都会留下一个词试句 这个也非常的有疑似感 不是说啊我死了就死了 对吧 这个每个人都会写一句诗 这个死后这个流传下去 上山先性的词诗句呢 有两句 一句呢是 极乐地狱之端 必有光明 云雾结散 心中唯有明月 另外一句呢 是更接近中国的 这个这个古典诗的写法 汉体的 这个在日语里面 就是用汉字来写的 我觉得呢 也不用再翻译 就是49年一睡梦 一期荣华一杯酒 信玄呢 也有词诗句 但是我觉得没有上山的 这个是没有上山先性 写的精彩 信玄的词诗句是 此身此骨归天地 不沾红缠自风流 大概翻译过来 是这样的一句话 武田信玄和上山先性 可以说是一生之敌 他俩怎么对比呢 这个武田信玄 可以说是一个 更为全面的政治家 因为 其实武田的这个家底 比先性的更差 对吧 他这个我们前面说的 土地很贫瘠 但是这个信玄 内政上 是历经图治的一个人 制定了由甲州 法度之次第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类似于 法典 或者是行动准则 一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呢 兴修水利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修建了一个信玄堤 而且这个堤呢 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在外交上面呢 信玄的外交手腕 非常的高潮 有点远交进攻的意思 有很多的盟友 为自己的生存呢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而且呢 还打造了一张 针对上山家的包围网 在人事上面呢 武田信玄 可以说是赏伐分明 选拔 培养年轻的将领 所以说 如果你很了解 日本战国史的话 你就知道 武田家的这个名臣名将 特别的多 可以说是群星璀璨 而且呢 向心力上 比上山家要好很多 军事上呢 那就开疆拓土 对吧 这个最终也是达到了 这个开疆拓土 也是达到了百万弹的 这样的一个级别 对吧 这个就更不用多说 相对于武田信玄的全面 这个山家先信呢 他活得更加的洒脱 武田信玄是挺好色的一个人 这个山家先信呢 是终身不尽女色 但是呢 仍然称得上是风流替躺 因为他爱喝酒 爱穿衣打扮 爱收集武器 收集明码 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与武田信玄喜欢这个作战指挥不一样 这个山家先信呢 他是这个冲锋在前的一个人 他是这个 作战冲锋 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 有一次呢 打一个城 这个打了半天也打不下来 心中呢 就感觉到很郁闷嘛 他就一个人骑马 跑到敌人的城池下面 然后呢 下马 坐在地上 面对着敌人的城墙 开始喝酒 敌人都看傻了 这个人怎么敢这样 最后呢 终于反应过来 下令放剑 但是这些剑呢 竟然纷纷落在千信的四周 而千信本人毫发无伤 千信就继续 看着敌人 对他放剑 然后自己喝着酒 仰天大笑 对吧 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皮沙门天王的化身嘛 他是一个真正的把自己当成神的男人 这个战国乱世啊 在道德上讲不可能有完人的 对吧 但是圣丫千信呢 是一个始终把义字放在第一位的人 有一段时间 金川家和武田家给闹翻了 闹翻之后呢 因为武田家这个甲匪是在内陆嘛 这个金川家就切断了对武田家海盐的供应 武田这位呢 就吃不上盐 非常难受 这时候呢 圣丫千信啊 这个武田信玄最大的对手 竟然给信玄送去了食言 而且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与宫战 这个宫就指的武田信玄 与宫战 以刀剑 不以食言 这句话非常有名 起码在这个历史的形象中啊 这个圣丫千信是一个以道义为行事准则的一个人 圣丫千信呢 一生征战南北 几乎没有败祭啊 真的是军神 但是他这种战绩啊 和混合着的领土 完全不成正比 你可以说他的兵法是顶级水平 但是呢 战略不行 也可以或者说 他是这个军事上的巨人 政治上的矮子 对吧 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也可以说 他出兵本身就不是为了开疆拓图 他就是要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战 这两个人物聊的也蛮久了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也准备滑雪去聊 有戏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战 今天战国律师 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以后的话 再和大家聊聊战国律的三位天下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